今天來做一道比較日式居家風的料理 你看穿圍裙就是代表比較居家的感覺 那我今天要分享這道菜 我覺得身為一位媽媽都要會的料理 最基本的 我們以中式來講就是焢肉滷肉 日式來講就是這一道馬鈴薯燉肉 馬鈴薯燉肉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 那有些人可能對於說 它的這個肉是要用肉片還是肉塊 我待會都會一一跟大家做一個分享跟解釋 那今天阿慶就要用最快速的方式 教大家也可以做出一位好媽媽的料理 大家好我是阿慶 今天跟著阿慶的腳步一起來製作這一道馬鈴薯 來我先來介紹主角之一就是肉 那這個肉到底是要用肉片還是肉塊 我跟大家講喔 如果會叫馬鈴薯燉肉 基本上大多都是會用肉片 然後牛肉居多 當然你要用豬肉也可以 那用的部位我會建議是 五花或者是前胸腹肉 就是油脂比較均勻 瘦肉不要那麼多的肉 因為它待會需要跟這些食材 一起經過一小段的時間燉煮 然後它會在這個滷汁當中釋放出油脂 還有它這樣的肉也比較適合耐煮 然後你看我今天去買的這個肉 我到全年超市買的 這個叫牛前胸腹肉 其實我覺得它跟牛虎花很像 只是說它沒有牛虎花來的那麼的肥 那我覺得我是蠻推薦牛前胸腹肉 這個部位的肉 然後美國澳洲我覺得都可以 其實都看客人 看你喜歡吃澳洲還是吃美國的都可以 再來馬鈴薯 馬鈴薯其實一年四季都有 有台灣有進口都可以 因為其實基本上它的質地口感都差不多 記得馬鈴薯去完皮之後 泡在水裡比較不容易黑掉 然後呢 會有洋蔥 紅蘿蔔跟白蘿蔔 這裡可能比較特別的是 我會有加白蘿蔔 非常多的做法可能是沒有加白蘿蔔 但是因為我個人我喜歡白蘿蔔的清甜味 而且這樣燉出來的味道很清爽 所以我覺得加了白蘿蔔你可以試試看看 你可以切像我這樣滾刀 那這個大小大概落在3.5公分左右 不要太大塊 因為相同時間在滷 紅蘿蔔白蘿蔔燉煮的時間需要比較久 那馬鈴薯比較快 所以你不要切太大塊 切太大塊的話 會影響到燉煮的時間 還有口感 先來切馬鈴薯 去皮後 你看泡著水 馬鈴薯顏色都很漂亮 不會說黑掉 馬鈴薯呢 在這裡我會建議不要切太小 我大概會切差不多這樣吧 3乘4公分 這樣塊狀 大塊一點沒關係 切洋蔥 洋蔥呢一樣 順著這樣子切 我覺得不用切太細 稍微有點粗絲 因為待會要炒過 然後再燉煮 讓它起來也是有一點口感 好 洋蔥放進來 看這道菜的材料就這樣 做法也很簡單 先開大火 下去炒一下洋蔥 那這裡 下一大匙的油 下來炒一下洋蔥 油我不建議太多 因為你看喔 這個牛肉 牛前腹肉或牛五花肉 它們都屬於油脂比較豐富 那炒過程中 也會帶出一點油出來 當然馬鈴薯會去吸油 那也不要太多 太多就是吃得容易膩口 熱量也太高 開大火 冷鍋開始把洋蔥炒向 洋蔥大火炒到有沒有看到 上色了 轉中火慢慢炒 炒到洋蔥它的焦糖色出來 因為洋蔥裡面的糖分比較高 你透過這樣子不斷的拌炒 它會慢慢形成焦糖色 洋蔥色炒出來之後 來在這個同時把紅蘿蔔白蘿蔔下來 跟著下去炒 紅蘿蔔白蘿蔔為什麼要先下去炒 因為它是這道菜裡面 需要比較久時間燉煮的食材 所以透過炒讓它可以熟一點 燉煮的時間可以縮短 好 中火炒了3分鐘 感覺焦糖色出來了 記得這個步驟非常重要 因為馬鈴薯燉肉的香氣 洋蔥占非常大的因素 一定要把洋蔥的香氣炒出來 這一鍋馬鈴薯燉肉 才會好吃又成功 馬鈴薯放下來也一起炒 這個時候馬鈴薯下去 來 轉大火 馬鈴薯炒一下 讓馬鈴薯去吸一下洋蔥的香氣 馬鈴薯下去大火炒一分鐘 你看喔 馬鈴薯有吸收到洋蔥的焦糖色 然後油一點點炒到上色了 最後再把牛肉片加下來 這個動作就是要把肉的香氣炒出來 一開始如果你下肉炒 炒到現在這樣過頭了會不好吃 所以我會選擇把肉最後再放下來 肉片下去大火炒一分鐘後 600cc的水加下來 開始要燉煮了 好 開始調味了 醬油兩大匙 醬油呢我覺得 你可以用日式的那種昆布醬油或煎魚醬油 那像我個人的做法 我是喜歡有另外一個煎魚露再配醬油 我覺得這樣的口感也蠻不錯的 那當然你想要買一罐多用的 就去買日式的日本品牌的煎魚醬油或昆布醬油都可以 來 我這裡煎魚露 日式煎魚露三大匙 米酒兩大匙 來 你看我這道菜完全沒有加到糖 味醂本身有甜度 還有這些蔬菜最重要的是洋蔥 所以在吃這道料理它是最天然 而且又非常營養 所以我才會說每一位媽媽真的都要學會這道馬鈴薯燉肉 現在你們看它大滾了對不對 如果是我 我會直接保持這樣子的大火方式 下去燉煮 來 這裡有一個火問題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為我用的是休閒瓦斯爐 其實我的大火就像你家的中火 或是中火大一點點 所以這個時候在燉煮的時候 你家裡的瓦斯爐 你可以把它調成中火 或中火大一點點 我這裡燉煮了16分鐘 記得喔 是16分鐘 不要蓋蓋 你看 湯汁有稍微濃縮一下了 那這裡的火候 我再跟大家提醒一次 雖然我這裡用的是大火 但是在你家是中火 我說過 因為我是休閒瓦斯爐 我的火力沒那麼大 來 怎麼去判別說這個馬鈴薯燉肉好了沒 第一個 當然一定是看馬鈴薯 來 你看喔 我隨便拿一個馬鈴薯起來 然後用筷子 輕輕的一撥 它就開了 鬆軟了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 你檢查一下 紅蘿蔔當然一定是很快就鬆軟了 一扎就進去 再來 白蘿蔔 有入味了 然後也是輕輕一扎就進去了 然後這裡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做法 你有沒有發現我都把肉片盡量擺在上面 它的油脂才會慢慢滲透下來 讓這一些的蔬菜蘿蔔 馬鈴薯去吸收 會更好吃 這個時候關火可以上菜了 就這麼快 而且你看就一鍋下去 一鍋料理的概念 上菜 蔥花直接灑上來 當然不吃蔥的你可以不要加 有這個蔥神來一筆的美味 身為一位好媽媽 建議都要學會得到日式囉 馬鈴薯燉肉 香噴噴下飯上菜 今天的料理影片 你有喜歡嗎 還是有什麼問題呢 沒關係有什麼問題 在底下留言 阿慶會一一為大家來解答 別忘了要幫阿慶訂閱按讚加分享 這樣子我更有動力為大家分享更多的美味料理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